長跟短 文章長 熱熱等 還是很大 那裡面的文章的品質 它的價值才是關鍵性 所以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故事 雖然前幾天是爸爸姐 那有的是辛酸苦辣 都會從她的兒女訴說 爸爸怎麼樣 爸爸好痛恨我 但是她長大以後 她發現說不但爸爸沒有痛恨我 還要給我愛家的更加的照顧 所以對小孩子 年輕人 還是到生大 從小到大不同的觀點 但是因為環境跟領域 有時候會不同的領域 就改變你的想法 但是到了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定準 穩固你自己的觀念 要改 真的不容易改 有一個人對自己的孩子說 這個人 我在家裡有女孩可以是吃菜 看著這種年輕人 是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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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聽到有時候幫人 三地人 高薩族 他们一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女儿要嫁给高杀主 三地人原住民 不行 一旦说不行的话 也说家庭革命 因为一个人的观念不容易改变 何况68年中华民国压制 而且扭曲的事实 整个从小一直到 不论是在社会 政治 经济 教育 土地 母艺文化 整个的这些的观念 被他们教育到 一直到现在 要改变 这真正困难 其实我们在山上 本来好好的来训练自己 说台语 也是没认识 不过我们还是 继续也要训练 继续也要学习 那真的像我们高杀族 有几个自己族群 来到山上的时候 或是到都市 为了教育子女 为了现代的生活的压力之下 不得不离开山上 或不得不离开海边 像阿密斯特专门抓鱼的 那因为抓鱼 这个鱼有时候 会变成鱼鱼 蛇形鱼鱼 这个鱼怎么搞的 好像被中毒了 那有时候就放下 然后来到都市 在三十多年前 有一群一群的高杀族 笑脸难告都去 为了现代 因为就是偏偏有一句话说 令欢纳 令生番的 你们三地人 为了这一句话 宁愿这一群人就 抛弃他们快要得到领薪水的 这个薪水就全部都跑掉 那这些的状况 大部分是因为在这个 中华民国流亡体制下 不得不遭遇到这样的困难 那怎么去改变这个体制 怎么去看见 然后看到那个中华民国这个体制 这个体制 实际上是很困难改变 就像有几个泛律的 无论是李登辉 民进党 陈水扁 他们要改变中华民国体制的时候 第二任想尽办法 把中华民国这个名称 把他改成为大家喜欢讲的台湾 但是到了第二任还是很困难 有没有发现 陈水扁他第二任要选举 这个第二任选举 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 让台湾人 这样来团结 好不好 好啊 哇大虾的 然后来改变 中华民国的名 改作台湾 这样好不好 好啊 哇大家都高兴 好啊 好啊 来改变 都是在那边口号 哇高兴的 哇 整个情绪啊 那个感觉啊 感动啊 有的老白色 哇大家都高兴的要命 结果呢 第二任的时候 第二任的时候 要改变 不容易改变 因为 陈水扁 他说 没当者 就是没当者 我没 这个没当者 就是没当者 本来 我自己不知道呢 就参加 我们 台湾民政策 我们的 秘书庭 把他解释的 更清楚的时候 才发现 哦 往来 尿气啊 往来 如此啊 哦 原来说 我没当者 就是没当者 那意思是说 因为 陈水扁 他第二任 就是 中华民国 总统的时候 不是有 试约吗 我是中华民国 第几任总统 就任的时候 我要 效忠中华民国 我要把 中华民国的宪法 实现到 整个 中华民国人民 他没有讲说 台湾人民 请注意一下 都是讲中华民国 然后 假若违背 试约者 一百零四条 就在等待他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的 一百空四条 是什么 你知道吗 死路一条 违背试约者 死路一条 所以东监 阿彬 没当者 我就是没当者 当然就不能做 那他怎么会 违背他的誓约 不然的话 西楼就丢 所以今天我们 我在两年前 还没有参与我们民政府的时候 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对台湾独立非常强悍 我曾经也是对台湾独立非常强的 那我们去 长老教会每一年都要到联合国的地方 我去两次参加 因为我们有几个牧师 我是牧师 那我们也参加 参加那个 加仁联合国 这个团体 那到美国的时候 加仁联合国 加入联合国 结果在那边 在那边呼叫 结果那个建筑物呢 没丁没丁 我们都在外围说 加入联合国 加入联合国 你冲啥 那个建筑物的 都在那边一直看我们 都没有动静 因为 就像秘书长所讲的 驾不到房间 你怎么去呼叫 也呼叫不来 所以在那边 我们几个高杀出来 还有蓬叉来 还有蓬叉来 我一直唱 阿米斯特歌 结果还是没丁没丁 所以这样算起来 没拆刚 原来怎么改变我的观念 就是来到加入 我们台湾民政府 这个观念 他一步一步 因着秘书长的解释 才给我释怀 才看得见说 原来台湾独立 不能继续下去 这几天有没有听到说 为什么台湾不能独立 为什么不可以独立 这几天有听到吗 有没有 来做小饼看看 是怎么不能独立 日本天皇 不是日本政府 日本天皇 就像 我有一天 假如我有一天 讨到你的家里 救命 救命 结果有人在追我 结果我只好到你家里求救 那求救的时候 一定要过生活 然后说 你那么多的土地 我来开墾帮你做 然后多少 一个月多少 结果经过了五六十年以后 你不但原来的老板 已经被我压制 老板的老板 不是你哦 是我的 这样有合力吗 有合力吗 没有 中华民国就是这样 多忙的人 对中华来台湾 六十八年 还是六十年 还是三四十年 以前 统统改罪 中华民国 实在乡是1946年 一月的时候 把所有 原来日本人 我们台湾人 本来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转改成 中华民国 所以 我们的 身份证 不是 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是今 中华民国 身份证 中华民国 国民身份证 钞票也是 中华民国钞票 奇怪哦 这个是 台币 台票 这个台币 不是 看起来是中华民国 但是很多人喜欢 这是台币 奇怪 自己骗自己 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改变呢 什么时候才改变 中华民国这个 钞票是 你到什么时候 你到什么地方 才改变你这个观念 对 就是 告台湾 民政府 这个观念 才知道 对不对 所以 以前说台湾独立 都很 哇 都话诵的 结果 真的不知道原因 所以 美国国会卿 或者是 几任的美国总统 只要是 谈到台湾独立 或者是公投的 这个都是 意味宣战 为什么说 公投 不能公投 当然 不能公投 台湾独立 有几个人 一个人 是什么 多忙的人 逃难的人 那逃难的人 他怎么有权利 有管理 来判定台湾的监督 这个不得了 那这个观念 我们原来都没有办法 做一些 一下子改变 对不对 我们来到民政府的时候 才 这个观念 才知道说 晚来 这个中华民国 扭曲事实 所以这些的事情 从 原来 我们把 中华 我把中华民国的零 跟一来做数字上的解释 零零分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在 我一个小孩子 我说 爸爸曾经考过数学18分 哇 那个我的儿子说 笑得很糟糕 啊 爸爸考了18分而已 那时候我已经长到了 我说 虽然爸爸 刚刚考过 在国小考过18分 但是爸爸是 不是永远考 18分 爸爸虽然考过18分 但是爸爸永远不会 一直考 18分 我现在当牧师了 当然已经超过18分了 不是永远的 18分 所以 有时候这个观念 我们跟 小朋友 儿女 子女这样去沟通的时候 那我们重新 因着我们的认知 重新再解释 所以 本来 中华民国来到台湾 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但是 那现在呢 什么都没有 那我这样 天下有那么好康 本来来到这个地方 什么都没有 但是68年 什么都有 所以我把它形容一 这个一可以拉长 这个一你可以说 我们永远第一 或是 我们是全世界最精华的 最聪明的台湾人 这些都是 自己喜欢怎么称的 我们看 依照零数字来看 他的意思 什么都没有 但是在中华民国 1945年 逃亡到台湾 到凯南市 好像什么都有 军政经济教育 全都包在他们掌握 若不服从 违背他 你本身就什么都没有 如果零分到一分 可能经过很长的时间 或不同的环境的领域 然而都要经过 人为的问题 否则机会不会轮到你 除非用你的 红包文化 而且法院 是他们开的 那到底 中华民国的 零和一是什么 简单来说 零分就是什么都没有 中华民国的一 就是变来变去 没有的就变成一 甚至变得更多 就如多人说 应该要开国事会议 然而今天自由时报 设论一个标题 国事会议 治不了并更 他们自认为国家了 这是他们自己认为的 并入高盲 所谓的国事会议 仅有狗皮高药的疗效 治不了并更 而妄恶之源的党产 马英九说了 不知道几边要党产归零 结果越归越多 所以什么都没有 到这边 到六十多年 什么都有 有一次我代表教会 张老教会去巴西 然后路过巴拉圭 然后他们又 台湾 那边的台湾人 跟我说 这个巴拉圭是 小型的台北市 有金国路 有中山路 听说了 但是我没有亲自去 那听说这一次 所谓的这个老马 也会到南美洲那边 据说可能也会去看 这个巴拉圭 小台北市 中华民国的党产不少在那个地方 虽然这样 那今天用混淆 面目变来变去 如何终止 这个中华民国 也是我们今天 来到台湾民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使命 也是创建新烂台湾人 Erik Su 那当然是 很大的使命 不过我们仍然还是要重新思考 那秘书长也告诉我们说 那Republic of China Israel Government in Taipei 流亡政府的中华民国在台北 这一次他们不是很高兴吗 那个打篮球的 胜过 胜过中国 奇怪 他说 啊 我们台湾对的 奇怪 什么时候跑出来台湾对 但是他们还是不是用Chinese Taipei吗 不是用中华台北什么 什么时候来的台湾人 所以这些都给我们混淆 那但是 拉到我们今天 台湾民政府 除了看见新的历史以外呢 我们来看看 这些都可以 要看各位的推动跟参与 可以看见花朵新香之气 美国在被占领的领土成立的军事政府 或民政当局 终将在自立权以转以被占领领土住民所设立的民事政府的后撤离 美国在被占领领土所设立的军事基地 往往是美国以实现被占领领土地位正常化 而对于长期或永久租借之地 知道在台北的内湖知道吗 我们有几个 有几个童行也去看了 那坦克车都可以走来走去 美国租内湖99年加99年 在全世界美国所占领的地方 有三个地方是99年加99年 然后他那边还有说on 那个on的英文的意思是说 也可以到那个时候结束 也可以再继续租 要看那个情况 所以第一个是古巴 第二个是沃启纳瓦 琉球 第三个是我们内湖 所以可见 美国在任何的地方所占领的地方 一定会用军事政府来掌控来帮助 那今天台湾就是在 这个三个国家 三个地方之一 来成立军事政府 所以有很多人在问说 咦 你们怎么知道说 美军已经在我们台湾了 会问几个问题在讨论说 有什么证据可以拿出来说 美军政府已经在台湾了 五丰箱 清竹五丰箱 我们山上的 我曾经在五丰箱在那边做照顾一间教会将近五年多 从教会到关雾的地方15公里 将近15公里到20公里 那边有一个美军反飞弹基地的 反飞弹 雷达反飞弹的雷达站 这边已经做好 而且是开幕的时候 最上面是用美国国旗 那美国国旗不是中华民国的 出钱当然是中华民国出钱 但是掌控里面至少24名的美军在那边掌控 是东南亚最大的一个反飞弹基地 我是飞弹雷达站操作手之一 我在阿兵哥的时候 我当三年 那很清楚说 这个操作手 那跟飞弹是息息相干 那现在的更科技 当然我们现在的飞雷达站 我是在林口那个地方 那真的比不上现在美国所做的反飞弹基地 虽然这样的情况 但是重点是让我们了解说 我们是被占领的 应该要了解 美国军事政府有它自己的实践性 可能这个基地完工与否 到底美军什么时候来 是同时来呢 后来呢 以后不来呢 这个都是美军在掌控的 那当然美国要让台湾回归日本的条件下 当然先租界内湖基地 那美军政府在这个军事基地落成之前呢 启动台湾地位正常化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台湾真正的 有的人说 台湾未定位 很多的台湾的所谓的大学教授 国际法学者说 台湾还没定位 国际没什么定位 实际上秘书长讲得很一清二楚 我们其实早就已经有这个地位的存在意义在 只不过是一个还差时间跟落实 因为我们是属于日俗美战 日本天皇的所有权 那美国占领 那按照旧金商和平条约 在二十三条 美国是主要 它是台湾主要的分配钱跟处分钱 所以等待这个时候 所以美国一定先用美军政府 进到他所占领的地方 那这个观念 这个理念 这个知识 我从来没有听过 当然牧师更没有机会听了 因为牧师都是在教会里面 牧师都是在教会里面 有人说奇怪了 有些牧师是怎样来参加正地 来策正地 本地是古色族的土地 还是文化 还是自己的围物 自己的族语 自己的母语文化 已经快消失了 牧师还没有办法站出来吗 有一次我刚到新竹丰香 武赖教会那边牧会的时候 那教会买新的福音车 我们所谓的福音车是九人坐的 那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坐 那当然不能超债了 不过有时候我们山上还是会超债 没办法 没交通 没巴士 那一定要用教会的车来借 有一次 有一天 这个有两个年轻人 全部都 跑到山洞 撞到 然后突破血流 然后我们路过 我跟我太太 我的师母 这样路过的时候 警察就马上拦我 奇怪 他们车祸怎么还要拦我 一看 牧师 牧师 麻烦一下 因为我认识嘛 那个警察 帮忙一下 在这个重伤要送到祖东 奇怪 应该要 不是有救护车吗 你看 那告回福音车 临时坐救护车 结果前面倒车是警察 我那边没有 还是跟着去 那送到医院 那送到医院 有一个死了 有一个还是重伤 所以在山上呢 在山上呢 在山上还是在古沙族 牧师在保禄 还是牧师在古沙族人民的跨台 是他们非常重视 而且他们好像有求必应 那有时候 有一个妇女要准备临产了 叫牧师 牧师 赶快 赶快 什么事啊 哇 三晨半夜啊 一看13点多了 要送到医院了 有一个妇女要准备生产 哇 马上起来 又送去了 跟师母 太太去 结果要好几次 哇 牧师 牧师啊 一看 这个喝醉酒来了 牧师啊 我们来喝酒啊 三点都还叫我说来喝酒 你没有搞错啊 所以很有趣 在山上 不过这些的生活都因为 在中华民国体制下 没有办法被照顾到这种地步 连一直到现在 苦哈哈 那今天 我们再回到军事政府里面 尽管齐田茂前首相不赞成美国在日本设立基地 日本政府终究是遵照日本天皇的意向 所以可见日本政府跟日本天皇有差距 在秘书长也讲过 要点交这个满清政府把台湾澎湖移转 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的时候 那当然满清有这个 李鸿章的儿子李金芳 然后日本的外交部 崇光魁 不想有没有看过秘书长常有那个图表 这个崇光魁呢 那边写日本天皇的代表 和日本政府的身份 所以两个身份就占着这个外交部崇光魁 来代表两个身份 所以这边写着说 日本政府还是遵照日本天皇的意向 这边意味着说二元制的一个制度 那当然这一些在1951年2月10号 杜勒斯和日本天皇所达成的租界基地呢 共是在台湾设立军事基地 你看在1951年 已经将近62年的时间 已经谈论这个租界的地方 所以可见日本天皇跟美军 已经有一个共识说 既然日本战书 那美国他是战胜者 他有权力也有权力义务 来保护这个被征服的地方的安全 所以也会谈论 当然会谈论这个军事基地的问题 而不是中国殖民政权的授权 所以今天会觉得说 我们台湾是中华民国的旧有领土 还是中国的一省中国的一省 这一些从三年前都一直讲 那为什么会一直讲呢 因为自己 我们这边的新闻媒体 也跟着恐吓 说台湾若是没有按照中国的意愿下 一定会被评囤 新闻媒体都在那边恐吓自己 真的是 难怪台湾人活在这个中华民国的 混淆的生活状况之下都打乱了 在意大利来讲 那受过联合国处理然后托管 它原来所属的苏玛利亚 然后成立一个苏玛利亚共和国 那对意大利 和约当中在1947年24号 因为苏玛利亚是殖民地 所以它还可以在 受联合国委任之下 再度用十年再给它殖民 所以今天日本放弃台湾 这个放弃 这边有一个解释说 放弃以后 所以被迫放弃 虽然是一个惩罚 但是能够恢复也是一个策略 所以被迫放弃 然后又恢复 那可见这个放弃 不是说永远丢掉 永远弃掉 所以在这个英文的放弃 我们看看在过去的战争法的图表里面 有这样的宣战 那日本有没有向美国宣战 那个秘书长说 骑洗珍珠港 中国人说 偷袭珍珠港 那实际上没有宣战 那第二天 美国才向日本宣战 结果同时 蒋介石也跟着向日本宣战 那实际上 蒋介石那时候的身份是 蒋维元长 那真正的总统是 另外一个名字 那他本身 蒋介石本身是一个行政院长 一个行政院长 他怎么会讲出向日本宣战 而且没有讲日期跟几点 几点几分 真的要向别的国家宣战的时候 一定要讲几点几分 这个才是真正向人宣战 然后在军事政府成立 占领的时候 一定要成立一个 当地人民政府 就是像我们今天的台湾民政府 这是一个过程 这是将来性 可能秘书长说 我们可能会跟日本有邦联 common wealth 邦联联邦 这个是有可能的机会 因为日本三年前 习近平还没有接 总书记之前 他透过美国 然后向日本天皇 在那边召见 在那边觐见日本天皇 说现在中国有钱了 我想要买台湾 日本天皇怎么回答 要买台湾 我们以过去 我们日本天皇的制度下 我们从来不卖任何的东西 卖给任何人 所以就习近平就摸着鼻子回来了 所以可见三年前已经知道 台湾不是属于中国 所以三年之后 无论是总书记 或是他们自己的外交部 他们也慢慢知道说 秘书长常提醒我们 已经不讲说 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之一 或是中国的领土的部分之一 反而说核心利益 他用核心利益就是 反正台湾人很喜欢赚钱 勾到中国那边 就可以赚一大笔 那实际上是没有所有权赚 只有可以赚 但是很多的台商 还是哭哭啼啼 就回到台湾 据说 台商在中国被关的 将近两万多个人 因为有很多造假的一些账目表 有时候被抓 那这个账目表 对中国和中华民国 都会写这样的账目表 所以有不同两种的账目表 造成今天的经济的混淆 那这些是到最后 那这个是将来 一百年两百年以后 才会达成到移交主权这个场地 那今天我们看看 本来陈水扁当流亡总统的时候 流亡政府总统的时候 他也提出用台湾民意加入联合国 在7月20 2007年7月23遭到联合国秘书处退回 而且也没有进入到联合国的议案 坚持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是当时哦 2007年 但是在以危机解密来讲 美国重申对台湾主权 坚持的立场就是说反对联合国说 台湾是中华中国的一省 那到什么时候才有理清呢 那现在都慢慢的整个的一些的 在澳洲坎佩拉的东北亚事务办公室的Robert 他也提起他的备忘录 他们不承认中华民国 也没有承认中华民国对台湾有主权的 虽然中华民国说光复台湾 但是实际上那是第一天来占领台湾的 在1945年10月25号 那在这个地方加拿大就更清楚了 加拿大他说 加拿大为什么不让不承认中华 台湾是中华民国或是中国的一省 加拿大说 我跟他又没有什么 跟台湾跟中华民国又没有什么相干呢 而且我们也对他也什么任何的干涉 而且我们没有权利来干涉台湾自己的内部 所以我们不加以承认 这是过去的历史 那我们现在看 在中华民国的主导里面 主导台湾治理当局 那他们ECFA 刚刚上一节 沙开州长也讲了 在ECFA里面 2010年6月29号 他们和解以后 已经有这样的共识 那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和解统一 而不是日本台湾被拼为中国一部分 所以大家一个观念 ECFA是中国跟中华民国合并 而不是中华民国或是中国跟台湾合并 那今天为什么搞混 就是因为中华民国是给我们混淆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那何况 DPP民进党所讲 他们自己的绝育文说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的名字叫什么 中华民国 所以都搞混了 那到现在很多大学生 没有受过我们台湾民政府的熏陶跟教育之下 他们一定还是会说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所以会搞混 那一直到现在 我们能够参与这几天的训练 让我们重新理清 真正的历史的事实 台湾真正的真相 所以我们真相了解以后 我们才第二步骤 如何帮助我们现在的台湾 这个就是今天你我 来到民政府的一个最重要的使命 其实在日本前首相吉田茂 他也建构了一个日台联邦 或者是日本联合王国的这样的词句 来做一些的建构和蓝图 特别在1963年 他《世界与日本》这一本书呢 特别强调说 日本政府只放弃领土权 至于其归属尚未决定 在几年前 希腊瑞前任美国国务卿也是一样 那钓鱼台 管辖权是在日本 那所有权呢 我们美国不予置贫 实际上所有权就是日本天皇的 所以这样的法理来重新看看 看看我们现在台湾的地位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日后整个要进入到台湾的正常地位 除了要看美军政府以外呢 我们也要看整个我们台湾人民 那今天给我们最大的混淆 就是在这个68年呢 把中国文化强压 把本土台湾人当成自己的文化 把台湾人当作中国人 所以 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台湾人说 我是台湾人 我是台湾人 标宁省的 每次谈到台湾的地位的时候 每次说 雷武强干什么 你们要推翻中华民国 我说 姐夫啊 你还是中华民国 我没有话讲 但是我的姐姐不是中华民国的 我姐姐是高杀主 他吓一跳了 结果谈到谈到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一步一步一步在听的时候 假若是台湾民政府那么好的话 那赶快来啊 这样 问题是 那么多的所谓的外省人中国人 还是挡住啊 所以谈到这个 每个人的观念要改真的不容易 那我姐夫他最后说 好了好了 你们尽量做 希望早一天 早日实施 你们认为的台湾最好的 只要超过中华民国 我也喜欢了 这样的 我听到这一句话 哎呦 只要超过中华民国 任何的台湾民政府 我也高兴了 这样 因为我姐夫84岁了 我说你要不要再回中国 不要去了 我都不认识了 这样 爸爸妈妈还有弟弟 哥哥都已经不在了 这样 好 这一些 特别是在 高砂 高砂组来讲 我们身份认同 以前 三地三包 平地三包 然后就变成 三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换来换去 谈到这个正名运动 我们在座的可能 我们高砂组 年轻人可能都参与这个正名运动 我们也规划 我也筹划 这些的正名运动 那到最后 也被正报警察 泼水 这个中华民国 很厉害 他一看到 高砂组 原住民来 抗议游行的时候 第一排的正报警察 是谁 你知道吗 都是高砂组的年轻人 正报警察 都是高砂组的 要看了 结果有一个年轻人说 我的牧师在头前 不要啦 我不要在头前 我不要在第一排 我会在后面 看到我的牧师了 刚好我们也听到这样 这些都是 因为有的三地人 三地三包 平地三包 然后一直换到 现在的原住民 有的人说 不然的话 你们名字也可以取新住民 反正新住民 还有先住民 也一样 结果才听到 立在先住民的意义 你们知道 先住民的意义是什么吗 小年人 我们高中生 我们知道那个先住民的意思吗 先住民的意思说 已经过世了 叫做先住民 这样过世了 怎么可以 不行不行 不能用先住民 结果大家都谈到原住民 不过我们来到台湾民政府给秘书长讨论这个名称的时候 所以假如说原住民的话 一百年以后很多屏幕组也会变成原住民 你这样想起来屏幕组 又是一拭万一百年以后可能 최고一百年以后人称 whole country 还是一一百万居民 不管你称什么 我还说回忆 你看彼ット 干什么 原住民 這樣好嗎? 不是好不好 你看看你這邊手足 有的人說一看 有平平有一條線就是屏部族 其實大部分都是屏部族 所以以後 一百年兩百年以後 這個屏部族我們的所謂說 屏部族都會變成原住民 那原來的這個原住民 就沒有名 就一樣都是原住民 所以還是要回到 16 我這個寫錯了 1623年不是1923年 1623年 這個 昭和天皇的皇太子 來到山上 然後看到說 原來那麼多的 認為他們說 煩人煩人 那麼會唱歌 那麼會跳舞 然後 哇 住在山上 美麗的寶島 所以他們說 這樣好 萬人 蓋醉 古沙族 高沙古 那高沙古的意思是說 非常受尊敬 而且住在非常漂亮 這樣 優美的年輕人 歌舞 都會 比任何族群都強 所以這個名稱 開始為 藩人改為 打卡沙古 所以我們才了解 原來打卡沙古的尊稱 比原住民 比原住民還要更尊重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那些那些印第安 不說印第安 什麼族 就是什麼族 什麼族 就是族 無稱的名稱 沒有說 再加上 Indigenous people or Aboriginal people 那個是 中文來翻譯是 原住民 或是土住民 或是 早住民 所以這些名稱都會改 但是 打卡沙古 是不會改 無論到幾百年 幾千年以後 打卡沙古 就是打卡沙古 所以我們才接納 成為 打卡沙古 所以這個是很寶貴的 那當然 特別是 三萬九千一百 我們十二號 就要去日本 我們參與 禁國神社 有可能跟 日本首相 安倍金山見面 說不定 那這些 特工隊 趕死隊 都是 打卡沙古 哇 日本人一聽到說 哇 真的嗎 打卡沙古 哇 以來的 真的 優秀 非常有名 非常優秀的 因為他們一聽到 打卡沙古就是 為了日本 犧牲更大的生命 所以他們非常尊敬 所以他們非常尊敬 打卡沙古 我們自己沒有尊敬了 別人會尊敬嗎 很難 所以今天才會把打卡沙古 今天我們就改為打卡沙古 那當然 我們可以知道 剛剛談到 Chinese Taipei 就是 中國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在 台北 就像 French London Exile Govern in London 這個 這個都是說 逃亡 因為曾經逃亡 比利時也逃亡到倫敦 那德國也逃亡過 那 韓國也逃亡到上海 也都是用這樣的名稱簡稱 所以 以為說 Chinese Taipei 都好像 好得意喔 哇 中華隊 加油 中華隊 加油 棒棒棒 全力打 棒棒棒 都是阿密全力打 喂 阿密喔 阿密起來 不要常常都是中華 中國 有一天 阿密 就起來 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一看到全世界 看到阿密 不是中華了 這樣好嗎 好 好 好 哇 所以 高砂族自治政府 重新建構 這些都要建構起來 無論是土地母語 在我們高砂族的自治政府裡面 更大的空間 是因為台灣民政府給我們更大的空間 在兩年半前 我加入台灣民政府 其實給我最大的吸引是 我聽了在彰化田中 參加秘書長 在討論的時候 我就提一個問題 請問林秘書長 假如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你們怎麼對待 那時候我講我們台灣原住民 秘書長說 很簡單 兩件事情 第一件 傳統領域 規劃給你們 真的啊 哎呀 漂亮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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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手吧 然後 傳統領域 自己高砂族 自己管理自己 這樣好不好 阿密斯 好不好 那好啊 不得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找人手 不要說好不好 結果我們的人手還不夠 所以我們都加強 最近 不論是年輕人 都參與我們台灣民政府的訓練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 真的除了 恭喜恭喜代價以外 還有恭喜 恭喜以外再恭喜 那恭喜之餘呢 還有更大的使命 讓我們重建 把真正的法源觀念 一定要弄清楚 台灣真正的法源 所以我們聽到這幾天呢 初級班 有的已經上過高級班 那今天初級班 還要等待高級班 那時候認識的更深 然後回去 特別年輕人 非死不可 就要善用了 FBI 不是FBI喔 類似FBI 都要善用 然後 把你今天 昨天 還有明天 認識的 一些的 概要呢 重新整理 成為你自己的內容 成為你自己的文章 然後就發給你的朋友 這樣的狀況呢 一定會 在幫助我們整個 周遭的台灣年輕人 特別台灣高砂族 所以最後 我們看看 過去這樣的歷史 你看也是滿 很淒慘 為了還我土地 以前阿密很少還我土地 因為說我們還有土地可以還 一看海邊都是阿密 哇 好哇 都高興 因為海邊太多的阿密 阿密的土地 都被中華民國沒收 所以就起來抗議 你看 漏人家嗎 用的按多漏人家 很多老前輩參加這個 好 這一些 你們在這幾天都會看到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看看 好 你看這個 很像慘 那秘書長說 真正四分之三 都是高砂族的土地 因為沒有 中國人沒有把高砂族 當作自己的人 所以還好 我們高砂族 寬容 大家一起生活 為了台灣嘛 不是只有高砂族 這樣好不好 好 最後 我用聖經來看說 身出全能的手臂 驅除狂傲的 心中一切的寂寞 他把強大的軍王 狂傲的這個寶座 退下去 抬舉卑微的人 實施實踐 正義 公義 這是我們今天 台灣民政府 應該 你看 哇阿扁 可憐 可憐大 現在不曉得怎麼 他也站著也不會站著 沒差 好 米家書六章八解釋 只要行公義 好憐民 存謙卑的心 與你的上帝同行 這個上帝是 就是整個大家的上帝 願上帝祝福各位 那還有剩下一分鐘呢 我邀請我的太太唱 一首答案的歌 就是懷念 我太太是 骰雷郎 一個小蜜蜜 我們談戀愛的時候 他父母請反對 蛤 煩啊 我沒有 妳要講幾句話嗎 一分鐘 這是 就是 上帝的恩典 就是 我們台灣 有上帝的祝福 所以 在很早很早以前 上帝就是這樣 我們來 經調我們 在 台灣的都市 來人伯 來打拼 我們三個來 我們都是台灣人 因為我們怎麼走 怎麼走 怎麼去那個 學會聯合國去說 啊 煩我土地啊 要怎麼 進出聯合國 沒效 我們來 我們就是現在 覺醒 覺醒了 我們是 要走出今天 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尋找的 滑路 對不 對 所以我們真好想來 紀念來懷念 上帝 他真的是愛我們台灣人 所以我們現在要唱的這首歌 是那個 太兒語 太兒族的 就是說 朋友 我真懷念你 我們三個來 就是 拍拼 對 大家為到我們的爭套 為到我們的驚孫 不可以 那個 驚慌 大家勇敢 這樣 好 心 拉麥 心 無法 來 拉 尾 一大 瓜 人 的 水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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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内亚瓦大凯亚 黑亚妞 马拉哈 沙沪伊达 不 不 也算了 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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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心 请起立 走勒 下口休息10分钟 那个之前有上过高级班的同心 请先到我这里来不登记一下 谢谢 之前有上过高级班的 下口休息10分钟 感谢观看